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是2月19日星期日 最近著名的脱口秀演员池子成为了话题人物 而使他成为焦点的起因 就是因为池子在他2月13日的北美演出中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那么据当时在北美现场的小粉红说 池子的这场演出是在自毁他的人生 甚至有的小粉红怀疑 池子可能是不打算回国了 那么,大家一定好奇池子脱口秀究竟说了什么内容 会让大家如此紧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墙内的视频博主是怎么说的 那么池子到底讲了什么呢 这成为了许多人好奇的点 一位名叫北美王探长的网红是这么说的 可能除了一两个段子国内能讲 其他的都没有一个能讲 而且都是非常劲爆的 都是我们听的都不太敢听的 据悉,池子在台上讲了四五十分钟 但一个能播出来的片段都没有 而池子本人却对此非常兴奋 说这是第一次讲不用审批的脱口秀 虽然这次的表演让池子自己高兴了 但他却吓坏了拥有两千多万粉丝的网红独角兽 独角兽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和池子搭档表演个脱口秀 竟差点结束了他的网红之路 只因为池子的个人表演太劲爆 不但讲述了大量不能讲述的段子 而且还透露出他本人另有其他想法 看完了这段视频我还是没有搞明白 池子到底说了什么 你们这帮小粉红能不能把现场视频放出来呢 或者你们能不能把池子说的内容复述一遍 毕竟即便是要给人定罪 也最起码要有一个罪证 对吧 你们强国网红前段时间 还如同中邪一样大声朗诵满江红 今天就要给别人按上莫须有的罪名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打脸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不能说的话题 甚至于视频中那个胖头肿脸的网红 形容为听都不敢听的内容 毕竟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 如果是从一个太监的角度看 别人聊性生活 他是肯定不爱听的 对吧 但是问题很明显并不是出在性生活 而是因为太监本身的身体缺陷造成的 总不能所有人为了照顾太监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禁止所有人过性生活 对吧 那些连池子到底说了什么都没搞明白了 就出来辱骂的粉红们 我希望你们低头看看 你们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修炼了葵花宝典 那么网友们认同我的说法吗 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给你们做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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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